在你的施政報告裏面 你是提到會檢討產假的安排 實際上在2000年國際勞工組織 已經有一個保障生育的公約 講明產假最低應該有14週 雖然這個假期 我應該有生之年 都不會有機會享受到的 但是我都很想問行政長官 這個檢討的安排 什麼時候可以開始 以及會不會盡快令到我們的產假 檢討的方向 是令到我們的婦女生育的時候 不用再被人扣薪 我想行政長官你都知道 我們一天產假是五分四的 如果生育的婦女 是要被人扣薪的 所以是不是可以在全新 和增加產假的檢討那裡 盡快進行 有沒有時間表呢 特首 多謝麥美娟議員的提問 作為首位的女性的行政長官 女性是對我有期望的 我亦都希望能夠很積極地去看 女性的員工特別關心的議題 雖然我的勞福局局長是位男性 但是她跟我一樣都是很關心 女性的權益的 加上工聯會前的議員陳婉嫻 女士擔任婦女事務委員會的主席 我想都彰顯了本屆政府 對於推動婦女權益的決心 所以在早前已經得到勞僱會支持 現場的時產假 現在就進入去產假的研究 研究的範圍將是包括 包括剛才麥美娟議員所講的 薪金的問題 亦都包括 那個日數或者週數那個問題 那我們希望在研究有結果之後 就盡快和議會來交代 不過一如既往 所有這些勞工權益的議題 我都真是希望得到 勞方和資方的最大的共識 讓到來到立法會的時候 亦都可以減少爭拗 讓大家能夠可以很高興 很順利地通過政府有關的建議 麥美娟議員 韓政長官剛才說 會做一個檢討研究 除了週數和薪金之外 就是究竟有一些僱員 他們並不是在死亡100的 僱傭合約保障範圍之內 這些婦女僱員 又可不可以得到保障呢 還有剛才你說 就是要大家有共識 我相信張宇人議員 這些商界的朋友 都很想普宣 就是應該要支持 這個產價的增加和安排 德首 正如我們說 現在是進行一個 有關產價的全面檢討 所以麥美娟議員 以至其他議員 有什麼課題 想我們在檢討範圍裏面處理呢 我們都很樂意的 但是不能夠現在 承諾檢討的結果是怎樣的 就沒想到 那些人 走 你把這個人 都很難以為 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